如果各位跟我年纪差不多大的话 应该还记得在2004年 就是美式足球超级杯的中场演出 Jenna Jackson跟Justin Timberlake 表演结束的时候 Jenna Jackson的衣服被扯下来 然后奶头露出来了几秒钟 当时这是一个震惊全美的新闻 所有的美国人都在讨论 就是有小孩耶 我的小孩还在看直播耶 既然有这个样子的事情发生 实在是太夸张了吧 现在我们的社会 女歌星可以带着假鸡鸡 在台上走来走去 做出各式各样猥亵的行为 然后歌词是 S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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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x 然后我们的社会认为 这一切是正常的 甚至是一种艺术 他们要把这样的艺术 放在你的生活当中 你的食衣住行 全部都要充满这些猥亵的画面 以下是美国的外卖公司 有点像是Uber Eat 或是Food Panda 熊猫外卖这样子的公司的 最新广告 What are you eating this, Pride? Well, if you're a top It seems like you can eat Whatever you want But if you're a bottom You're expected to starve Not this, Pride Introducing The bottom-friendly menu From Postmates We teamed up with Dr.Evan Goldstein From Bespoke Surgical To bring you a menu Of bottom-friendly foods Back by science Insoluble fiber Won't help you feel cute So avoid things like Whole grains Wheat bran Cauliflower Potatoes Legumes Hold up Are you just fully diving into those beans? Yeah 一开始就没什么营养 各位看到最后也不会有任何营养 相信我 各位没看懂的话 就是现在有一间食物外卖公司在推广一系列在做爱之前吃的食物 然后他那个是在说你在上面的还是在下面的 就是你是一号还是零号的意思 如果不懂的话就是你是插人的人还是被插的的意思 我知道这是一个基督教的频道 大家也应该跟我一样 看到这些东西很生气觉得很恶心甚至很不想看 但是这个就是目前的事实 他们就是要把这些东西充满在你生活当中 更重要的是充满在你小孩的生活当中 当他们长大的时候 这一切就会变成一个正常的现象 就跟昨天Felicia报的新闻 众议院院长Nancy Pelosi说 Drag is what America is all about 变装皇后就是美国价值的精髓 现在的社会在说出柜很有勇气 变性很有勇气 不顾别人的眼光做自己很有勇气 原来就是二战的时候 我们以为那些二十岁出头的美国大兵是为了自由平等 in God we trust而战而牺牲 搞了半天 众议院院长认为他们是为了变装皇后而牺牲的 这个历史上有多少的人为了一个男人 可以变装成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的生物 然后自以为是女人的权利而战 响应神的呼召 关爱以色列为耶路撒冷求平安 启动国度基业耶路撒冷事工分享会 在6月16号周四即将举行zoom meeting线上特会 这是延续上个月土耳其 以色列华人命定的特会 要切实将福音传回耶路撒冷 这是神在末后所做的 犹太人与外邦人要同为一体 同盟应许进入一个新人的祝福 此次的讲员有万王之王事工主任牧师 Chad Holland 万王之王事工长老Michael Brian Labby 国度基业耶路撒冷事工 张清泉牧师和李萨拉牧师 线上特会时间是6月16号周四 美西早上7点到9点 亚洲时间晚上10点到12点 以色列下午5点到7点 一起来参与 启动国度基业耶路撒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